旅行 有人說旅行就是要吃美食看美景 也有人說旅行就是要追羅心瘋狂的shopping 當然也有人說旅行就是要有歷史深度與人文內涵 可是呢我們覺得旅行跟誰一起去更重要 哈囉我是Yumi 哈囉我是蜜妍 我們是天氣女孩我也在叫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去旅行吧 嗨 Let's Go 衝動衝動的浩地島 嗨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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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 也是全日本人口密度最高 居住人數高達1300萬以上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而東京人的走路速度相信大家一定印象更深刻 據說每秒鐘可以走1.56公尺 是全世界排名第二超級忙碌的都市人呢 哇 可見他們的生活壓力一定很大囉 所以想要玩轉東京嘿嘿 當然要拋棄白天擁抱黑夜 因此我們這趟旅程就是要從霓虹閃耀 越夜越美麗的東京夜生活開始囉 嗨 Let's Go 嗨 Let's Go 現在你知道是幾點嗎 現在是12點了 來到頂數就是越晚越要出來 怎麼可以待在家 待在酒店呢 這裡就是夜貌族的天堂啦 走吧 Let's Go 沒錯 這裡就是位於東京新宿區 最熱鬧最繁華 也是最標準的不夜城歌舞雞丁啦 你瞧瞧其實現在都已經是生今半夜了 這裡卻依舊燈火通明 人生餅費 想吃 想買 想逛 通通都沒問題呢 就是啊 而且我們來的時候 剛好是萬聖節的前夕 聽說日本人總會出很多 稀奇古怪的商品 所以來到不夜城 我們當然要先去挖寶囉 南瓜 你在後面南瓜的衣服 太好笑了 剛好是遇到萬聖節 你說 你去南瓜中去 我當南瓜嗎 我是飯人 你是飯人 我還有手包 我要把你抓去關了 走 這是萬聖節的那個 惡魔的拐杖 南瓜人 我變成是南瓜人了 好可愛喔 你 你是誰 我是蝙蝠俠 你把這邊拆了 是馬力兄弟 太可愛了 還有紅色 還有這個面具 你看 哇 讓大家看到我們 施行風的模樣 實在是太sorry了 哎呦 沒辦法 因為這些變裝造型 實在都太搞笑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先 好好冷靜一下囉 真的 不然荷包就要大失血了 而我發現 能幫助我們冷靜的好東西 就是這裡啦 嗨 謝謝 我們的聖啤酒來了 謝謝 謝謝 生病 耶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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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聖啤酒 真的是太新鮮太棒 太舒爽了 真的 而且五光十色的那種夜生活 好棒喔 卡拉OK 還有什麼 爬慶狗 爬慶狗 還有 酒酒屋 藥妝店 然後洞機 藥妝店有開這麼晚喔 有啊 剛剛那個洞機啊 剛剛那是聖啤酒的 都開到一整天都不會關 而且現在我坐在這裡 我根本一點都沒有感覺 現在已經快要兩點了 真的 你看人差還是非常的多 你們看看四周 環顧四周 還一堆人在圍觀我們 感覺跟我們搭訕呢 其實來到國外 就是我們在街頭的小酒吧坐著 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 搞不好還真的會有咽喻發生喔 沒錯 就像我們兩個美女 還真的就跟一位 義大利小鮮肉連上線囉 我們來看台灣 我們來看台灣 台灣人 很美麗的地方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你拍照照片 這是台灣的電視台 他說他們是義大利 他自己在跟他的兒子 跟他的家人視訊 對 然後他想說給兒子 看看一下背後 其實這裡很熱鬧 我們就跟他打招呼 沒想到就亂入進去他們家裡 真的就入進了 他們就一直跟我們打招呼 他也稱讚我們兩個 很可愛 我都不好意思說你很好意思 他真的有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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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最好是 自己沒講 你們幹嘛這樣子破人家枕 你們幹嘛破我枕 Yumi 你這個自己往臉上貼金 慢翻譯的義大利文 被導演當場抓包求大了吧 不過我覺得新宿的夜生活 大家好像還看不夠耶 那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用最有活力的方式 帶大家再去感受一下囉 Y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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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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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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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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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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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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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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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穿越式啦 而我們搭乘的呢 就是這輛特級列車 小江戶號啦 而所謂的特級 就是只在同一條路線中 行車時間最短的車種喔 Yumi 你知道嗎 西武穿越線跟台灣的地鐵 有很密切的關係耶 它呢跟台鐵是有合作的喔 也就是所謂的姐妹線 所以呢 你在這邊呢 都可以看到一些 台鐵的資訊喔 超特別 你會覺得特別的親切 因為有台灣地鐵的感覺 走 到了到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走 在8A YA 套床 我可以看通勤囉 好棒喔 我們搭乘的這輛小江戶號呢 是專門往返新宿站 跟本川越站之間的鐵道 乘車都是指定期 也就是我們台灣人說的 對號入座啦 而車站也有免費提供 本川越的旅遊簡介 如果你想像我們一樣 自由行的話 上車前可千萬別忘了 要拿到這些資料喔 聽說川越是一個很複補的地方 川越是一個非常歷史文化的地方 而且它有結合江戶時代一些 古屋建築啊 還有一些歐式風格的建築 所以它有小江戶之餐 沒錯 沒錯 而且呢 在剛剛的那個鐵道站啊 我們都可以拿到 介紹川越的資訊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去哪裡 好吃 好逛 好玩 你就一定要拿到它 像我剛剛就看到 蜜亞你看 我要吃飯 真的很好吃喔 我想要去弄這個 其實川越當然不只有美食吸引人囉 而是它那經歷四個朝代的歷史氛圍 以及那仿佛能讓人回到江戶時代的 時空穿越感 才是它深具觀光人氣的主要原因啦 不過這四十幾分鐘的車程 怎麼感覺一眨眼就到了啊 而你知道所有鐵道迷 到達川越站的第一件事情會是什麼呢 你看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日台合作的 對啊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 它呢 是可以蓋章的喔 紀念章的東西 看 這邊有寫 台灣有五個站 有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花蓮 日本也是五個站 所以我們現在是本穿越站 該張該張 這裡這裡 快點 等一下 按久一點 耶 耶 哇 好可愛 蒐集到這個本穿越的紀念章 我們這個穿越時空的旅程 就要正式展開啦 而且這所謂的時空穿越 不光是指這座城市的歷史意義 就連搭乘的交通工具 也都要很不一樣喔 你看 就是眼前這輛 想走復古風的小江湖巡迴巴士啦 是這個嗎 欸 欸 它真的長得很復古耶 是嗎 大哥哥 來了來了 拍它的車頭 好可愛喔 我們又上次耶 我們要做客 嗨 嗨 你好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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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它裡面長得就是跟一般的巴士一樣 真的耶 害我以為裡面也很復古 哇 我好想要拍外面喔 等一下我要偷拍它 還好 它真的很復古耶 我們要幫你拍 欸 你知道我最喜歡這種車了 為什麼 我從以前看那些電影啊 就是歐式的古代的那種電影 它們都是這種車 你有看過鐵達尼號嗎 有耶 對啊 它都是這種車 很像這種風格的車子對不對 我們要接到 這個巴士它可以到每一個地方 它很有名的一些老街的景點 哪一個景點都有到 都可以到 所以我們就是要 我剛剛有看的那個車子 要到我們剛剛說的那條老街囉 其實如果你想要在短時間內 有效率的遊覽春月式的各個景點 這種外觀懷舊復古的小交互巡迴巴士 就是最好的選擇喔 因為它每半小時就有一班 而且只要花500日圓 買一張一日週遊券 不但能不限次數搭乘 還能帶你遊遍全市的16個景點 是不是超划算又方便呢 你看 小米 我看我聽到玩警示 誰叫你剛剛弄我 你也玩100次了 你這臭鰻魚 你看 這條路好窄喔 真的耶 但是我真的覺得 它們這邊的氛圍好好喔 而且它好多食物喔 你看它旁邊很多お菓子 就是它們的甜點 果子 果子店 也是這邊非常有名的東西耶 好棒喔 今天天氣真的太棒了 好適合出來郊遊喔 你看陽光都灑在我們身上 哇 我變陽光了 我變青春美少女 我一直都是啊 我一直都是 那我們兩個都是 不過Mia 你有沒有發現這位司機大哥 邊開車 還邊比手畫腳 感覺上怪怪的耶 我剛上車有發現一個 很特別的動作 什麼事情 就是啊 只要司機啊 車只要啟動的時候 它都會比一個這樣的動作 噹噹 它會發出噹噹的聲音喔 不是噹噹 它是叫你看右邊的風景 在看左邊的風景嗎 但是每一次都要看嗎 對啊 因為它叫你好好欣賞風景 我們來問它 為什麼剛剛手會這樣 對 沒什麼 有一點 有一點 今天把聲告訴你嗎 這種 嘿 就是說不只是眼睛看到 然後手也會跟著一起比 然後確認左邊 中間 還有右邊這個後車的來車 有沒有就是可以安全的 它嘴巴也會發出聲音 然後手指也要一起比 所以它不管在哪個路口 只要有停下來 一啟動之前它就會比三個地方 然後確認安全才啟動 非常的謹慎 非常的細心 而且我想就算沒有人在車上 它應該也會做這個動作 它應該會一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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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這邊 它的門好大喔 走 走 出發 剛好有人在山上結婚耶 我第一次看到穿這樣 這麼傳統服裝的婚禮 你們去看看 以前只有在電影裡看過 這種傳統的日式婚禮 沒想到今天一到神社 就能親眼目睹 而且新娘子還是穿著最傳統的 白無垢禮服耶 我們還真是太幸運了 其實這間擁有1500年歷史的冰川神社 自古以來就是以守護人們的姻緣文明於世喔 因此只要遇到良辰吉時 不但會有新人來這裡祈求婚姻圓滿 還有許多情侶或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來 因為人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份好的良緣 這樣才能事事順利啊 那如果我也想要求得好姻緣 該怎麼做呢 當然就要先竭盡自己的身心靈 用誠心誠意的態度去表達驚異 然後就可以去執行這裡很特別的一項儀式喔 這是他們這裡的特色 對啊 放小人 我們來看看要怎麼放 首先我們要先投錢啊 投100塊之後呢 就把小人拿出來之後呢 等一下對小人吹三口氣 所以就是自己哪裡身體不舒服啊 就把那個孕過給他 譬如說我頭痛 我就把它碰一下我的頭 我的頭痛就傳給他了 他肚子痛就碰肚子 然後把那些不舒服的東西 全部都給他 有點像那個什麼台灣的世界喔 被我脖子最近也扭到 好可憐喔 然後我們要一邊 把小人放在流水 然後邊唸這個 就是一種語言 就是一個助詞這樣子 小人櫃子好不好 我們要一起唸咒語喔 好啊 せーの Harae Ta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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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融化了 融化了 融化你們看 它漸漸變透明的上開了 它過了 你的怎麼游這麼快啊 一下子就過去了 果真跟我本人一樣 你的就跟你一樣 慢吞吞慢慢的游 對呀 就這樣慢慢的游 慢慢的游過去耶 我突然覺得 我的心好開朗喔 耶 人間突然開朗 受傷的心不見了 渾身舒爽 結果現在開運了 我整個精神差好 這到底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應該是 不過有這樣的心理作用 也不錯啦 對啊 就是覺得有種 運氣就會變好的感覺 你不覺得看他們 游在這一條小河 感覺還滿舒服的 送走了象徵厄運的小指人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去求錢啦 不過這裡的鯛魚神經 可是要靠自己釣的喔 很特別吧 真的耶 而且它還有分 紅色求平安 以及粉紅色求姻緣的鯛呢 至於牽絲的藏在 每條鯛魚的尾巴裡喔 不過這裡更有人氣的 就是會馬啦 也就是我們台灣說的喜願牌 所以我們當然也要親筆寫下心願 讓冰川神社的靈眼 幫我們美夢成真喔 這裡有好多不同的願望喔 對啊 大家都許不同的願望 你看這個超可愛的 他說他很喜歡健太郎 他要早點跟他結婚 他跟他告白 他跟他告白真的寫在這裡 好可愛喔 還有這個 他希望呢 可以搭這個大學 他希望他的考試能夠通過 合格 可以求學業還有健康什麼的 那我們趕快選一個很好的風水 很好的方位來掛一下我們的願望 我告訴你們我很貪心我 要掛在上面 因為上面照得到陽光 你一定會最先實現 我的願望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希望身邊的人都能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我的願望就非常有雄心壯志喔 那就是希望我們天氣女孩 能登上小巨蛋開演唱會 每位團員都紅得八子啦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願望 就是希望今天能拿到冰川神社 每天限量二十個的姻緣石喔 聽說可遇不可求 就看老天爺怎麼安排囉 Yumi 你看 你們竟然還有姻緣石耶 還有剩兩個 剩兩個 太好了 是剛剛有那個 新婚夫婦的加持才可以拿到 這個最後兩顆的姻緣石 我們真的 我覺得 我有可能會賞婚耶 妳應該會被閃電打炮 賞婚 等一下 它上面寫什麼啊 妳啊 它是誰 再看一下 就是姻緣石的意思 所以其實拿到這個石頭 會讓我們不管是人緣 還是姻緣都會變好 會有良緣 我們要嫁特安了 所以妳剛剛說那個姻緣石 我原本以為它很大顆 我也以為 結果妳看 它就這樣子小小的一顆 而且好像是 都是白色的石頭的樣子 對 真的 所以我們可以隨身攜帶它 就會隨時隨地都有好的姻緣 好的人緣 好桃花都會來了 那我們把它放在前巴裡 就這麼決定了 拿到了這顆每日限量的姻緣石 我們參訪神社的目的 也算圓滿達成了 沒錯 那接下來 就要進入老街去逛逛 看看能不能順便遇上好姻緣喔 哇 它這邊的東西都很復古耶 就像我們的Gamma Tia 對啊 其實也有點迪化結業的那種感覺 真的耶 就是遍及得非常的密集這樣 來看一下 我看到一個東西 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哇 怎麼寫 這麼有錢 一元 我的我的 你看 你看看把鱿魚片做成一一元 什麼 你說這是什麼 就鱿魚片啊 鱿魚片喔 對啊 而且這個超酷酷的 小時候常在吃這種啊 不是小小的一片一片 它把它做得很大一片耶 然後寫一億元 我們去付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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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看了 妳不想看 蓋子 快 開 把袋子收起來 對 從那裡看 開 開 開 我猜 天啊 好大片的 來 你看 你看 超大的 它把我們兩個臉都遮起來 對 嗨 嗨 嗨 我要吃了 直接這樣吃了 吃嗎 就像鱈魚香汁 只是它上面有一點糖心子 所以有些微的辣 真的辣辣的 但不會很辣 小朋友也可以吃的 那一片可以吃很久 真的 難怪一片要400塊日幣 還滿划算的 對 這種小東西就是 很霜 一口切一口 晚上再配酒吃多好啊 配日本的啤酒 剛剛好 欸 可能是這樣子 我的一億元怎麼辦 妳把這個留著啊 我只能留這個東西 欸 真的是妳的臉欸 阿咪啊 妳是一億元 你剛過來 剛過來 妳拿反了 再一次 再一次 妳拿反了 我是一億元 我會不會是1號的總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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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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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沒想到這大大的魷魚片 也能讓我做起當總統的白日夢 看來 嗯 還是先繼續逛逛老街比較實在啦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叫做莫子屋恆丁 是一條長約80公尺的霞場小巷 卻擁有20間以上的懷舊點心店喔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們一塊來瞧瞧吧 哇 超多人的 這是什麼 妳看 滿滿的人長 好熱鬧喔 這裡還有賣什麼啊 Kindle 這個很像我們台灣的捏麵人 妳就知道 但它是什麼東西啊 它是可以吃的嗎 它是糖果做的耶 它做了各種不同的形狀 這個是 那隻另外Hello Kitty的朋友 叫什麼啊 Melody啦 我真的戴Melody 還有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好可愛喔 對喔 我喜歡這個 它現在要做給我們看耶 你看它 它現在在製作 它加一點顏料上去 然後就把它捏成綠色的 是可食用的顏料 食用色素 好可愛喔 我才叫做鯨魚 海豚 海豚 我… 我… 不是啦 對不起 花啦 花啦 菜… 花啦 玉京香 菜頭 菜頭 不是 茄子啦 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什麼 它都是台灣的神 龍耶 龍 龍 龍 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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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子捏捏起來 就變成一條龍 神龍 rei 這是一隻龍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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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зky 天啊 我们真的看到玄龙的本尊 你这它可以吃 我想所谓的巧手生花 大概就是眼前这个景象吧 太厉害了 真的耶 而这种日本传统的仪器工 也就是类似我们台湾的捏面人啦 是用糖来捏出各种造型的传统民俗工艺 而老板也很大方地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哦 这应该是要用你的 要用你的肺活量 我的头脚都背出来了 丢打雷一拍的 它一点动静都没有 为什么要用嘴巴这边用力 哦 努力努力 它是热的 我的有一点了 哇 破掉了 那个 破干 没想到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吹糖 简直跟吹铜墙铁壁一样难啊 可见捐也实在是太重要了 哼 我就不相信我吹不起来 米娅 我们可不要轻易放弃哦 OK 努力 努力 再加油 再加油一点 再加油 再加油 再加油一点 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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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再加油 再加油了 再加油 再加油了 再加油 再加油了 再加油了 OK 再加油了 不要再加油了 再加油了 那再加油了 好爛的你 破了一個洞 還好我沒有破掉 好難喔 這個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把它吹 那個又大又漂亮 我破了一個洞 你看你的破掉我最後沒有破掉 但是你的形狀有夠醜的 我的形狀真的好醜 我的至少還是圓的 我可以把它剝掉就變圓圓的 我要吃喔 它吃起來是硬硬的糖果耶 跟它吃的感覺不一樣 有什麼味道 超脆的 這球都吃餅乾喔 好特別的包辦喔 阿妹在庫 雖然說我們的吹塘破了功 但在好好逛這條糖果老街之前 也算是個不錯的體驗啦 而說到這個果子無痕丁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初期 就已經開始形成了 所以賣的點心 都是屬於舊時代的產物 但確實讓許多日本人懷念的味道喔 這種懷舊的氣息 還讓它被選為 味道風景的白選之一呢 不過這種古早味 可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喔 就像這個烤湯圓 跟我們期待的味道 就差蠻多的耶 好鹹喔 有夠鹹 它的鹹到我很想要去配飯吃 它其實就是湯圓 然後外面塗滿了醬油 要拿去烤 就烤湯圓 但是喜歡吃鹹的人 應該很適合 重口味的人 你就是要來吃這個 它的英文叫做什麼 Yaki Tango Tango就是湯圓 就請大家把這段 當成是生活日語的教學吧 請跟著我一起念Yaki Tango Yaki Tango 烤湯圓 而在這條老街上呢 其實還有一個穿和服的體驗喔 也就是這個著霧變身啊 如果你想要融入老街的氛圍 這個變身當然不能錯過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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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請選擇貨物 謝謝 他叫我們去那邊等嗎 對 他叫我們可以去那邊挑 嗨 謝謝 嗨 嗨 哇 直接就來挑了 太怪了吧 他怎麼知道我們要穿 因為其實來這邊的人 都是想要穿和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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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到那邊去選你喜歡的花色 謝謝 這邊跟這邊是女生的 這三組是女生的 好 那我們有推薦的色嗎 有推薦的嗎 有推薦的嗎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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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家喜歡什麼花色 是看大家 隨便大家的心情來選 所以呢 超多顏色 我今天要選一個 補合老街的 我要這一件 他叫你現在暫時試穿一下下 他會先讓你試穿 看合不合適 衣物是全體的柄 所以你試穿一下 就知道 他說 沒有筆看看的話 其實是不知道 在你身上是怎樣的感覺 所以 我現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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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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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鏡子 這邊有鏡子 可以看一下 這個花費很厲害 這個顏色還蠻適合你的耶 那這個 好 OK 我就選這個 這邊還有一個全身鏡 這是 這是 這是你選的腰封 腰封 好 腰封 連這個也是可以選的 腰封你有這麼多選擇 哇 從以前我就覺得 穿日本和服真的要很有耐性 因為一層又一層的實在太複雜了啦 唉唷 想要漂亮就不能怕麻煩啊 而當我們把所有衣服配件都選好之後 就要像超人一樣來變裝囉 出的廳堂煮的廚房 從來不會應不應 幾下淘氣一下人心 永遠保持有努力 有你開心幫你打氣 多變神秘就是要你 proud of me 要有能力 又有美麗 還要像個巧克力 尋尋毒味 忽然生氣 還是喜歡有個你 全然天性能力 開心幫你打氣 不是浪的水泥 女人的身價要靠自己神話 想要人前人愛 有些功夫要下 What you reap What you sow 女人朋友的醬肉 一肉可鋼的力量最大 怎麼樣 我們的和服造型還挺不錯的吧 不過還好有專業老師幫我們穿戴做造型 不然肯定會穿錯的啦 我還聽說啊 之前和服粗粗店的老闆娘 以前是一位日本的傳統舞者喔 所以裝扮好 她還會叫我們穿和服應該要有的禮儀呢 先生 不好意思 這個衣服會有什麼注意力量嗎 對 首先坐 坐下來 坐下來 先看看坐下來有什麼什麼 怎麼做 右邊開始 然後腳就這樣直接跪下來坐著 然後兩手放著 手 你可以幫我問 就是她有右手一定要上或是左手 右手 上 對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就用我習慣的方式 OK 所以坐姿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站起來了 首先把右膝舉一邊起來 左邊要黏著 來來來來 不是啊 因為你看我腳真的就是抬不緊啊 很緊 很緊 非常的緊 然後很憋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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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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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難 她說可以用手扶著 兩手扶過來扶著膝蓋 然後就直接這樣跪著 突通 然後再把手 兩手這樣合起來 而且穿和服自然坐姿就會很挺 對 因為妳沒辦法 痛 好我們今天要站起來囉 這樣沒關係 一隻手對不對 只能一隻手 我可以這樣拿吧 兩手這樣合起來 好嗎 這是很漂亮 她說我這樣補漂亮 好啊 那我再是一隻 一隻手 然後一隻腳 這樣扶著 還是我需要我扶妳上來 要Hold著的感覺 快一點站起來比較好站 腳站 教我們有個撇步 先這樣子撐著是不是 腳尖踮起來 踮完之後馬上 馬上就站起來 原來就是妳後面這樣子先踮起來 腳尖要先注意 所以妳就不會壓到自己的 合幅的下擺 妳就不會被困住了 妳就不會被困住了 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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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蓋碰膝蓋的這樣走 我知道了 其實因為 模特兒的時候 有學過美姿美姨 因為妳要走一直線 所以妳左腳 妳右腳的腳跟就要碰到 左腳的腳尖 不是 不是 她說是膝蓋 這裡 不是 不是 我剛剛報道了通知訊 老師說要有點內巴 然後膝蓋碰膝蓋這樣走 開腳 OK 哇塞 天啊 我真的是太有氣質 美 我知道 她還可以做退路 對 退路 妳不可以這樣做 不好意思 嫩 衣服 有何的NG 有什麼 這件事是嗎 有妳身上的衣服 所以妳可以做 釋一下 我剛剛問她 她說有什麼穿和服的境界東西 對 她說到 她說要這樣子 拿東西的時候 她說不說 不是這邊 她說 很漂亮 她說我們穿了和服的時候 左邊的東西你要用右手去拿 然後左手把下面這個 要扶著袖子 才不會 譬如說如果我們要夾菜或什麼 你會沾到菜 所以左邊的東西用右手拿 然後右邊的東西用左手拿 把它扶著 握著後面就看不見了 所以就不要握著 還有舉手的時候 我們如果要 然後你看我全身都露光光了 看我的一下都露給你們看了 他說打妹喔不可以喔 這樣就是不好看不優雅 所以你不要露出 所以不可以最好是不要 不要露出袖子跟手臂 喔 わかりました 聽老師教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想呢 對我來說就是覺得 豪華仔自己是台灣人 不然這些和服的繁文入結 肯定會把我搞暈的 我也這麼覺得耶 不過老師說 我們受過基本訓練之後 就可以嘗試穿著和服去逛大街囉 哇 感覺真的很不一樣耶 我們這身專伴走在穿越的老街上 還真有種穿越時空 回到昔日小江湖時代的感覺呢 所以呢 我們決定要很有氣質地去做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喔 不好意思 我請進次負面 請進次負面 還有請進次負面 20 招逛 對 是 請進次負面 猜到妹 我們口中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內心期待已久的 普燒鰻魚飯了 沒錯 回到小江湖時代 當然難不能做過這種專訓古法 由炭火慢慢烘烤 远远就能闻到香气四散的百年鰻鱼饭了 而它的特色呢 就是那包覆着炭烤焦香与酱汁的普世感 据说这就是最道地的穿越味道哦 哇 闻起来超香的 我现在已经整个嘴巴都溢满了脱衣 我想要开动了可以吗可以吗 好 我们赶紧来吃吧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它上面闻好多酱汁哦 超嫩的 它的鳗鱼 我要配着饭一起吃 而且它的酱真的是非常融入那个鳗鱼里面的口感哦 完全把腥味盖住了 好棒 要昏倒了 太好吃了 日本的鳗鱼真的非常的好吃 之前我也吃过一次 但我觉得这边的更香更好吃 真的不是在帮定家打广告 而是真好吃啦 即使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配菜跟佐料 只有一块厚实的鰻鱼躺在白饭上 但每一口吃进嘴里爆开的香气 真是令人难忘呢 果然百年老店配上古法炭烤的鰻鱼饭 真的就是穿越最美好的滋味咯 真的就是穿越最美好的滋味咯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街呢 就是藏造老街咯 对啊 藏造的意思就是仓库建筑的意思 所以因为他们以前啊 藏库时代二楼都是仓库所用 所以叫做藏造 而且他外面呢 我要不要打断你 上面你看 我要坐这个 是人力车耶 哇 我们穿和服当然就要搭人力车咯 而且你看他长得非常的帅 居然被你遇到帅哥 但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想搭车吗 因为你看我们穿着和服 我们都很优雅的小小步小小步走 太难走路了 我没有办法走整条街啦 我装不了这么久 没错 所以我们决定要搭人力车 那我们去问他怎么 怎样可以搭车呢 嗨 你好 你帮我问一下好吗 那 你好 谢谢 谢谢 我愿意买乘的 这是你妹妹 好吗 好吗 所以他一个人要拉我们两个人喔 天哪 我最近胖了两公斤 我没事吧 力气很大吗 对 我问他力气很大吗 他说话很差 我们来测试他看看吧 我是50kg 哦 秘密 秘密 他说他50公斤 他好好喔 我告诉他弄我们50公斤 他还帮我保守秘密 他说不能讲 女生的体重是秘密 没错 所以 明白了 我们要上去了 小心喔 好紧张喔 等一下如果突然拖不动话怎么办呢 我扶你 耶 好啦 换我咯 换你 来 我们真的好优雅喔 好紧张喔 我们两个加起来 会不会破啊 100公斤 麻烦了 麻烦了 我真是替他拎一把冷汗耶 真的 我们两个加起来这么重 麻烦了 他要把他抬起来了 我们要出发了 弱 弱 好 好 好 他叫我们放轻松 所以 我们对他好一点好了 都已经两个人了 对啊 怎么好意思 耶 我们要出发了 重いですか 好 好 好 来到这古色古香的藏造老街 搭乘传统能力车是一定要的体验啦 而费用呢 是二十分钟两千块日元 每多十分钟再价一千块日元就行了 不过这种拉人力车的师傅 不光只会拉人跑看风景哦 还能兼具导游的角色 沿途帮大家介绍藏造老街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挺划算的呢 屋顶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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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在介绍我们刚刚说的藏造建筑 他说呢 外面呢 就是涂了一层石灰可以防止火灾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就会黑黑灰灰的 是因为呢 它涂了一层石灰的关系哦 所以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的 屋王 对 屋顶 没错 而这些位于藏造老街上的百年的老建筑 可都是历经过穿越大火 与关东大地震的双重考验 所以能保存至今真的很不简单哦 不过我觉得坐在人力车上欣赏这些历史建物 不但特别有复古的风情 还有当大明星的感觉呢 因为沿途都会有路人跟你热情的打招呼哦 I am super star 好 我们到了 好 我们到目的了 好 小心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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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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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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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帶來的食材 有紅豆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地瓜的餡放在裡面 這是有點像麻糬一樣的口感 在外皮這樣子 它這個是這裡的特產嗎 這是川越的名物嗎 對 這個是穿越的非常 它是這裡的第一棒 一級棒的人氣的產品 第一人氣的東西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吃肉的嗎 吃肉的 我們趕快來吃吃看 你正在吃甜點了 那就讓你來吃第一口 看你要吃紅豆那邊 還是地瓜那邊 它是兩個一起吃到 你看 裡面有紅豆還有地瓜餡 而且它外面是麻糬 它外面是麻糬嗎 熱熱的麻糬 我趕快進去看看 而且它特地是參與非常有名的名產 然後外面麻糬是鹹鹹的 它是在這裡最有名的名產喔 我們再去第二口 你再去第二口 那我要帶一個 再一次請問一下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誰叫我的 收起來 這樣 這樣 可以 可以 我要吃新的 對 我可以吃新的 你先吃別的 好 我要先把這個吃完了 看來拉車的小帥哥 真的沒有亂推薦喔 這個外皮裹著麻糬 內餡包著紅豆泥跟地瓜的甜點 還真是好吃啊 而且熱熱的吃 口感香Q又綿密 怪不得人氣No.1 一定要大推的啦 今晚快 好吃 耶 我們這趟在春月的時光旅行 就要在這個人氣甜點中落幕了 而徽香氣這趟兼具現代 與傳統的旅行 心裡還真有種豐收的感覺呢 我們從五光石舍的大都事業生活 瞬間轉換到擁有百年歷史的老街上 感覺上還真是很奇妙呢 尤其換上了傳統和服 用小碎步走在老街上 或是搭乘人力車 欣賞百年歷史建築 經常都會有時空錯亂的感覺呢 還有那超香的炭烤鰻魚飯 超親切又技術一流的 捏堂阿伯 以及新宿街頭裝扮怪異的小女生 也都是最難忘的回憶哦 而關東能帶給大家的驚喜 絕對不會就這些哦 所以接下來就繼續跟著我們天氣女孩 環轉清景的 一起享受一段最浪漫的旅程吧 Hi let's go 我下居一段 我下居你 開闖心的時間 天天天替暖天 能微笑多一遍 熱情浮現 我們熱門世界 小心你的直覺 勇敢新也見 我下居你 一起去參加 一起去挑戰 屬於我們的視野 Zither Harp